為什麼要辦這個活動,我每天早上7點半開會,開完會以後有一個叫疫情會報 疫情會報每天衛生局要報兩個數字,我每天會見看 第一個是過去24小時全世界COVID-19新增幾個案例 第二個是過去24小時美國新增幾個案例 我今天好像包含昨天全世界新增案例是17萬,美國是4萬7萬 為什麼要看這兩個數字,因為美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 所以每天監看全美國新增幾個案例,對於預測美國整個國家的走向是有關係的 事實上從4月到現在,4、5、6已經大概三個月了 美國每天新增案例從來沒有少於2萬,多的時候到5萬多 所以這是相當嚴重的數字 甚至會影響到今年的總統選舉 另外一個是為什麼要看全世界的新增案例,特別是在每個國家的變化 目前台灣表面上看起來沒有疫情,其實疫情的控制 兩個方法,一個是邊境管制,一個是內部控制 台灣到現在為止,我們的內部管制幾乎是拿掉 這樣我就沒有來過到 但是我跟你講,邊境管制一拿開,以目前全世界每天新增17萬例 它一定進來 邊境管制做什麼快篩檢通通都沒有用 為什麼呢,因為它感染以後在潛入級的狀態 目前從得病到發病,標準是5天 5到7天 所以那時候一得病,進入台灣,在海關所有檢查 在按照目前所有的技術,全部都是active,完全正常 進來後才開始發病 所以就是沒辦法控制 所以到目前為止,台灣的疫情還可以控制 一個很大的理由是,我們幾乎還在鎖國狀態 因為我看看,美國後來就轟到受不了了 就把這個轟程大概解除一點 一解除,馬上從2萬就爬到5萬 所以很多人在問我說,台灣的疫情什麼時候結束 我每次都回答說,還沒開始 為什麼呢,因為全世界還在稍微 過去24小時,全世界新增17萬例 台灣以目前幾乎內部管制已經解除了狀態下來 它只在病經一拿開,馬上就進來 同樣道理,我想今天在東方文法辦理 最近很多我們台北市的旅館業者有來澄清 他說他們實在是活不下去的 坦白講,我也知道他們活不下去 像東方文法院,他的顧客大概 餐廳不算 我沒有缺缺的數字 不過我自己估計的,應該95%是外國客 這太貴了,一般國內大概住不太,住得起 如果你做的顧客群,95%才是外國 我現在就告訴你,兩年內不會恢復 很多人一直在講說 這個到9月,美國疫苗發明以後是不是會解決 我要跟大家講,第一點 癌症已經存在 大概一百年了 所以我們說癌症,從這個變成醫學的主流 到現在,我會說癌症也沒有完全控制 2003年,SARS那一次 我們人類是沒有發明疫苗 雖然那一次大家有嘗試要做疫苗 那有人說,因為它一下就過去了 就結束了,所以大家沒有繼續花錢 可是在那一陣子,全世界大概也是相當用力在發明疫苗 那有人說,這個是17年前,你也許過17年科學又有進步了 不一定 第一點,疫苗不一定會發明的出來 因為2003年的SARS就沒有發明出來 第二點,就算發明出來 而且非常有效 我跟你講,全世界人口是70億 要打一盾要多久 所以現在要直接告訴你 如果你是做國際觀光課的旅館 我現在很明白告訴你,兩天會不會恢復 所以最近台灣政府在防疫三部局 他一開始口號叫防疫疏困震驚 我跟大家講,這是國家戰略錯誤 應該是防疫疏困轉型 所以有個新名字叫BNO 我們一直在幻想說,我們的經濟是不是要振興 振興是回到過去,然後再往UNOMO前進 坦白講,這是國家戰略錯誤 應該先講UNOMO是什麼 一次到尾 就直接往那個地方進去 我最近演講,很喜歡引用那個犀利人妻的那句話 原部聯繫劇叫犀利人妻 裡面最有名的一句話 叫做瑞環回不去 所以反正那個男主角的名字,回不去 所以為什麼要講UNOMO這個概念 從此我們的經濟再也回不到過去 我剛才講過 如果你是專門做國際觀光客 我就勸你死心 兩年內 國際觀光客不會進來 我們不太會出去 所以國內旅遊 我知道最近大發 那個到澎湖的飛機搬搬客 所以金門澎湖馬祖 那個 因為台灣一年有1000 我記得他們跟我講說出國旅遊人士是1600 1600 大概1600萬人士 現在那些沒地方去 我們到日本是650萬人士 他沒地方去 他沒辦法去日本 那過去那一年出去650萬人士 你去日本觀光客 他現在勃縮在當地 但是我跟你講 你不要以為這650萬人士 一定一定賺得到你 你要先看看你的品質破不破 而且日本旅遊的 很多人都喜歡日本乾淨 這麼近 那你那個 那個 那個蠻火端上來 上面還是蒼明了這個 看一次他就不會再來 所以 為什麼我們要辦今天這個meeting 我們有連續9場 因為我當時就交代陳志明 我跟他講說 防疫疏困振興 這是國家戰略錯誤 應該是防疫疏困轉型 我們要去前例一個 我們要先設想 在這後疫情時代 所謂的new normal 新常態應該是什麼樣子 然後我們設法 把我們的經濟 不要浪費力氣 直接破綠到那邊去 可是new normal 應該要長什麼樣子 坦白講 我不知道 這也是為什麼 台北市政府要自己出來 舉辦 9場產業座談 我們要開始讓台北市 甚至台灣的產業 開始思考 後疫情時代的new normal 應該長什麼樣子 透過一個討論 變均以後 我們想要過去 跟大家講 在這次疫情當中 其實我們有做一些很戰略性的改變 因為你看防疫疏困轉 我最近看到一個數字 你知道嗎 這次防 不是那個 索困 索困就不用講 索困之亂 已經亂完了 我跟你講 當時是說 要什麼什麼 你只要來簽 簽結書就簽給你 我現在明白告訴你 你敢寫我就敢給你 因為我根本不想你的 我們區公所的公務員 哪裡會知道 他一到四月的收入是多少呢 不可能嘛 我們又沒有 電子身分證 也沒有財產總規 我一個區公所的公務員 我知道你一到四月收入多少 所以坦白講 那個索困之亂 你知道嗎 我現在直接告訴你 他只是反映我們國家的數位基礎建設很大 那這次 這個 拿一千塊去領三千塊這件事情 我想這一個禮拜 數字已經從七月一號到現在 大家已經看 有五天的數字可以看 70%還是領紙張 然後我們被人印那個DP發掉9億 現在不過還要再加1.5億 後面70%的民眾去領那個紙張的紙張的紙張 那個叫政經券 這反應什麼 我國的數位基礎建設本蛋 所以我當時在 但是這樣 我們畢竟是只是台北市政府 我們沒有辦法 一步到會 所以我們當時就說 好我們既然 這個錢是一定要花的 總是要表示說我們有政經產業 坦白講 在座所有的經濟學家 只要有令書都知道 這次的政經券是完全沒有用的 因為他長達五個半月 完全沒有那個PUS的效果 沒有政經券的效果 所以這個政經券對產業 一點政經的效果都沒有 大家很清楚 當然如果不服氣的話 如果政府 中央政府 如果他有辦法找到這個 經濟有頭有臉的經濟學家 會去替他背書來說他有效 非常歡迎 我想大家非常清楚 長達五個半月 三千塊 這對整個產業真的就是沒有用 我們台北市政府在這個基礎之下 開始思考說 既然沒有用 你知道 我們能不能做一些比較有用的事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高中生 開始推 好我再加五百塊 一卡一戶 你知道 為什麼挑高中生 因為對來的世界是年輕人 我們想要在高中生裡 把他這種無現金交易 這種 這種整個校園儀化帶進去 所以我們大概今年暑假 台北市政府教育最重要的工作 是北英女計畫 因為把整個北英女 你知道 要用整個 把我們ICT的等待全部調進去 要讓北英女 在這個整個暑假 完成他的儀化 從無現金交易 到點餐 什麼儀化 然後透過北英女 再來帶動整個 台北市其他的學校 甚至整個台灣其他學校 所以我們為什麼在老人 會推這個 在我們的經濟卡 要讓老人用卡去刷 所以結論是這樣 防疫紓困振興 是錯 是防疫紓困轉型 因為後疫情時代 世界不一樣 不可能再跟過去一樣 所以在這個地方 台北市政府要辦九成的座談會 來跟業界討論你的 所謂的後疫情時代 現在的new normal應該長什麼樣子 都沒有思考 然後 我們在下一個題目中 那麼我們如何從現狀 過渡到new normal去 所以最後還是那一句話 你知道嗎 那個西地人妻的名言 回不去了 不會不可能 台灣的經濟 再不可能跟過去一樣 好大家加油吧